海C中 陆飞打架石凡人类的脑回路 众所周知陆飞的脑回路特别清奇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陆飞在战斗中脑回路清奇的瞬间吧 在蛋糕岛片中 陆飞对上了大马手下的三大将星之一的克里奖 面对这个果实能力开发到极致的男人 陆飞显然落于了下风 但当陆飞发现他吃到的饼干人会被酸鱼软化之后 他心中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果然陆飞依靠自己的铁味 很快便将饼干人悉数吃了个金光 在面对另一个降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福克希 作为能让人短暂进入持缓行动的超人系能力 陆飞显然也认为这个能力很棘手 但最终战斗智商爆表的他 利用镜子反射了持缓光线后 成功反杀了福克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